今天央行毫无悬念地宣布了维持利率不变 并强调通货膨胀面临的风险 言下之意就是要谈降息还维持过草 这不就是抄袭美联储最近的货币政策吗 麦克里姆行长在公开声明中表示 现在考虑降低政策利率还维持过草 所以要强调央行是一个独立的 不受其他机构影响的决策单位 光靠说是不行的 议会预测官员PBO在周二的预测中说 到年底通货膨胀率将恢复到加拿大央行设定2%的目标 而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 联邦赤字将增加到468亿加元 超过预计的400亿加元 联邦政府在去年秋季承诺 本财年的赤字不会超过400亿加元 言由在耳 但现实是超预算不仅是加拿大人的日常 也是联邦政府的日常 与此同时 从去年秋季就被我们一直强调的破产率 又有了最新的数据 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CFIB的首席经济学家 Simon Graduate表示 随着企业持续面临通货膨胀 劳动力短缺 利率上升和消费支出疲软的问题 对许多人来说 最后的期限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破产监管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1月份有759家企业破产 比12月份增加了42.4% 比去年1月份增加了129.3% 实际破产的数据可能要高得多 因为许多小企业根本就懒得申请破产 直接选择关门歇业 你的房屋抵押贷款是不是需要续签 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济学家给出的意见 根据Ledger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 未来两年的抵押贷款利息 让五分之三的加拿大人对续签感到担忧 让你获得更优惠的抵押贷款利率的方法 无外乎货币三家 在不同的贷款机构 你往往可以拿到差额0.5%到0.75%上下的报价 你可以提前几个月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样经济下行 未见最低利率的时候 尽可能选择周期短的合约 如果你手中有一笔可以提前还款的金额 应该一次性支付一部分贷款 然后选择延长摊销期限 这样可以减少月供的总的利息支出 信贷评估机构Aquifax 去年四季度的报告显示 安大列省和WDS省的消费者拖欠贷款 和信用卡的情况越来越多 较去年同期分别上升了135.2%和62.2% 全国抵押贷款拖欠率同比上升了52.3% 预期90天以上的非抵押贷款拖欠率上升了28.9% 房屋贷款利息直接影响了房地产市场 2月份新挂牌房屋数量有所增加 大温哥华地区2月份房屋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.5% 但仍比10年的季节性平均水平低了23.3% 如果你去市场上转一转 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当价格高于平均报价时 很多房子无人问津 而当价格低于平均报价时 看房的人就潜伏后继 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可见市场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买家 等待合适的入传机会 而这一时期 想要卖出一个卖家心中的好价格 也并非易事 就在今天 近100名加拿大顶级商界领袖 签署了一份至财政部长方惠兰的公开信 督促政府改变养老基金的投资规则 以鼓励他们投资加拿大 这里他们指的就是金主爸爸们 可见资本市场正在失去对加拿大的兴趣 所谓心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资本的外流是目前市场对加拿大经济下行最好的见证 总部位 蒙特利尔的投资管理公司 Leco Brasol & Associates 联合创始人Peter Leco 说了一段非常令人担心的话 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 可悲的是这么大的资金池 大部分都被带到国外了 这正是加拿大经济增长所需的资金池 今天的周报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